歡迎收看鑽石愛露營 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要為大家試搭的是這頂 美軍的USMC 美軍陸戰隊雙人罩 他的說明書 英文雲場說明書 直接的 縫製在帳袋內 銀釘也非常粗壯 但是很輕亮 這組銀釘我個人非常喜歡 再來呢 這是屬於二手工發品 它不是全新的 搭設的方法非常簡單 首先呢 我們將內帳攤開 鋪平之後呢 等一下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內帳是屬於一個沙漠色 它的外帳是屬於這個迷彩色 但是它的外帳是兩面可用 也就是說 當你需要在沙漠地形的時候 你就直接將沙漠色的外帳搭設出來 接下來我們將銀柱把它展開 銀柱總共有三支 幾乎是一模一樣長 完全一樣的長度 所以呢 非常容易搭設 沒有辨識度的問題 我們將銀柱呢 由這個內帳的這個穿孔直接穿過 那在穿的時候呢 因為它不是一動到底 也就是說 這當中你可能要 在穿到中間的時候 要做一點小小的引導 讓這個銀柱可以比較方便的 進入到這個銀柱套裡面 我們將銀柱都篩好之後呢 就直接把它主力起來 那這一頂帳篷的安裝 是相當的簡單 也快速 同樣的呢 這頂帳篷 它的質感也相當的不錯 將兩支銀柱呢 成一個交叉形狀的方式呢 這把它穿過之後 那這時候我們要將第三支銀柱也穿過 那這個跟Snow Peak的這個帳篷很像 它搭設起來的 內帳的狀態也蠻像的 事實上 美軍的這個軍帳呢 經過歷史歷代有非常多的版本 從最早期的比較厚重的版本 一直到後來比較輕量的版本 像現在美軍是屬於的Life Fighter 可是這一頂 這一頂雙人帳 它這個形式呢 多年來一直沒有變 也沒有不斷的更新 它反而是不斷的保持 這一頂帳篷的原始設計的風貌 然後呢分別在不同階段 由不同的帳篷製作廠來幫它製作 過去呢由這個Eureka來製作 那最近是使用Diamond這個廠商來幫它製作 那也就是說這一頂 這個USMC的陸戰隊雙人帳 它一直相當的完善 也就是相當的好用 也就不像單人這樣不斷的在升級改良 那它呢就是屬於一個實用耐用 而且怎麼樣 非常完善好用的一個狀態 因此這個美軍就一直保留這個樣的設計 然後交由不同的帳篷廠來製作 那我們內帳搭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呢 它就可以自己主力了 沒錯 它是一個自立帳 所以說呢它的搭設是非常簡單 那我們看到整個銀柱的一個交錯 你就會發現說 它的整個結構是相當的堅固 所以它的抗風性也是相當的好 那我們在這個帳篷的視角呢 你會發現有支帶 那我們將銀柱直接套在這個支帶外的兩個孔洞的外面 那你會搭設起來比較簡單 不用這麼用力 內側的孔你會特別的要吃力一點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角度 就會發現呢 它是一個在交錯結構的骨架 是相當的穩固 所以說呢在搭設的時候 這邊有個重點 我們要把這個怎麼樣 這個黑色的這個應該把它塞在裡面 這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因為也是第一次搭 那我們搭好內臟之後呢 我們就將外臟展開 外臟我們看到是美軍的這個大迷彩 但是我們會發現另外一邊 它就是屬於一個沙漠色彩 也就是說當你在這個所謂的沙漠地形搭設的時候 你可以將沙漠色反搭 所以這一個外臟是兩面可用的 它兩面都有拉點 哪面都有織帶 那我們將外臟披上之後呢 它非常的簡單 將扣具直接扣上即可 扣上之後稍微拉緊 那整個帳篷這個外臟就會崩起來 就會特別的完善 效果也會比較好 外臟上呢都有這個魔鬼在的綁點 如果你希望就像這個影片當中看到 你希望整個帳篷它的固定 還有整個成像的感覺是好的話 那建議就把這些綁點綁上 那整個帳篷骨架跟這個外臟的位置呢 就會有一個非常好的 貼合然後內外臟也比較不容易跑位 這個就是把它綁定起來的一個狀態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把外臟把它披上 然後扣上扣具 那這樣就完成了這個外臟的搭設 那這幾個點我們都把它直接用插銷插上即可 影片上我們看到黑色的部分是一個外臟封神的拉點 但綠色的呢是一個魔鬼章的綁點 那反過來在帳篷的內側也是一樣 也就是說這個帳篷在兩面正反搭的時候 它的拉點都會存在 同樣的它的魔鬼章綁點也都會有 那方便你可以同時固定外臟 不論你是用哪一個顏色作為這個呈現 那我們在下釘的時候呢 基本上如果沒什麼風就兩個釘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帳篷的前庭和後庭 那我們把前後庭拉開 在沒有強風的狀況下就很OK 若有強風的情況下建議就多下幾個釘 甚至你可以將銀繩拉點通通拉上 我們看看不同角度 這個迷彩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那我們現在看看呢 有蠻多的地方可以下釘的 這裡 在側面這邊就可以下三支釘 那你也可以把帳篷把它平均撐開 在這個外帳上面也有拉點 這都是拉點 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綁點 它有拉點和綁點都在這個位置 你就是在反搭這個外帳的時候 就派得上用場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在外帳上也有這個拉點還有綁點 帳篷的搭設基本上是非常簡單快速 那我們只要再把桌椅稍微擺放一下 就可以立即上手露營 同樣的呈現出一個非常好看的風格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把這個帳篷的前後庭打開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帳篷的內部空間的感受 這頂帳篷呢 它所用的材料都是軍規的考量 所以它不像現代化的帳篷 是比較輕薄的 所以在整個觸感上 內外帳都非常好 而且耐磨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它的這個帳篷後門庭打開 它是雙層的 它有沙網透氣 那也可以怎麼樣把它拉起來 變成完全不透風 就兼具保暖的功能 那再來呢 就是在前庭 它的整個打開 是比較像一個圓弧洞的感覺 那我們打開之後 它可以有一個很寬敞的一個空間 可以進出 有橄欖口還有束帶 我們可以將這個部分束起 那這樣呢 就方便我們在露營的時候可以進出 現在呢 我們就打開這個前門給大家看一下 前門完全打開 就是這樣 前後有門 那這頂帳篷的高度是非常的充裕 是雙人帳 所以坐在裡面呢 基本上是覺得相當的寬敞 頭部空間也不會覺得壓迫 那前後門可以打開 而且前後門有沙網的設計 是非常的通風 所以在夏天也非常適合台灣 這個外臟呢 還有內臟的遮光性是非常的好 所以在顏色的台灣 我是覺得非常適合 現在我們從內臟游離往外看 當我們把這個沙網打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非常通風 上面呢有好幾個拉點 包括這個呢 是你可以拉上一些傘繩 可以吊掛一些物品 所以它的從上面有 正中央有一個拉點綁點 那前面呢 兩側都有一個放置物品的 這個置物袋還有網袋 所以算是相當的實用 帳篷的高度是非常的夠 所以說頭部空間是非常的寬敞 沒有問題 我們躺下來看看實際上的感覺 這是一個雙人帳 我等一下要把規格打在旁邊 一個人使用 當然是最寬敞 非常的豪華了 那前頂呢 這邊你可以擺放很多東西 包含你要在下雨的時候 吹噬都可以 那我們將內臟拉開 你會發現有個USMC的LOGO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這頂帳篷它的保暖度會非常的好 沒錯 它是一頂四季帳 所以說它可以非常的保暖 在這個裡面你會發現呢 當你把燈關掉的時候 哇 非常的暗 它的遮光性是很棒的 所以是非常適合台灣使用 如果你是想要睡得比較晚一點的話 前後出入口 雙出入口 這個是對於兩個人錄影的時候 各有一個門是非常的方便 前後沙網有通風 前後保暖可以擋風 這個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設計 個人認為機車露營也好 或是一般露營也好 都相當的使用 至於是否要扛這一頂上山 我覺得就比較不適合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比較重的帳篷 那我們現在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內障 我們將這個美軍的這個充氣碎墊呢 鋪在這個上面 你會發現呢 它可以鋪兩個 坐坐有餘沒有問題 寬敞的空間 充足的遮光效果 同樣呢 兩面的出入口 以及正反兩大的這個外障 難怪這一頂帳篷在二手市場上 是相當的缺席 價格也是居高不下